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才我们谈到美国卫生部长阿扎访台 实际上是特朗普为了大选制造这么一个议题 当然了他可能这个议题的影响也可能有限 但是我们也看到自从中国出台香港国安法以后 那么美国加大了对中国这样一种打击的力度 但是中国也并没有被特朗普的打压所吓到 还是该抓抓 把黎智英就是所谓《一周刊》的老板等一些人 所谓的港独分子抓 抓了以后当然了经过法律层次 这个黎智英得到保释 那么就是张教授你看这个美国推出这一系列的打压 对中国这样一种这个措施 能不能收效 特别是有人还担心 是不是将来比如说美国和台湾恢复这个互建大使馆 或者承认台湾等等 其实能不能奏效 我要谈两个问题 第一点是说美国对香港的这个运作 我们提现香港画面好了 这个香港运作它会不会什么效果 我想我个人认为说这个效果是很有限 那么从经济角度讲香港对美国的话是美国对香港是粗糙的 所以呢从这个单案那边没什么了不起的 大概几百亿美元了 那么可是呢 香港 美国能够做的就是说 美国最后能够做的就是什么 就是说把香港的那个 作为一个国际货币交易中心的位置 香港是可能仅次于这个 伦敦纽约 这个之后的 跟新加坡是第三第四大 一个交易中心 那么中国有一在过去和需要的交易中心 使得那个人民美元呢 资金能够流入中国 但是再事故上过去二三十年来 香港回归以后 平常心讲香港回归以后的一国两制是不成功 所以才会造成很多很多的问题 这不成功的原因很多 我们现在也 今天时间限制也不在这里详细讲 我要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说 中国对于这个一国两制的香港的一个国的定义 从来不是很严格的保护 OK 那么 所以早导致了过去这些年来的 这个经常性的混乱 那么这个经常性的混乱呢 当然有香港老百姓本身的不满的因素 但是不可否认的有很多外力的介入 那么香港是这个西方国家 其实不当是西方国家了 世界各地的在以前的话就是那个间谍的一个集中地 OK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过去这些年随着中国的崛起 那么 美国有一副力量 就是希望把用香港啊 来制造很多的很多问题 所以它搞得就越来越 冲击了这一国一国的底线 去年到现在 大陆中国政府 可能全面审视的问题 下令你决心 OK 我就是要 一国是我说了算 OK 那么 在这个情况之下 国安法成立了 你说OK 美国搞了很多什么香港很多有关的法案也通过了 而且是透过两党通过 但是两党的议员大多数支持 可是它有什么实际上的效果呢 我觉得 在香港方面 现在中国大陆是掌握主动权 那么 当然 中国最后 就是一国跟两制 香港的高度自治 司法独立 这中间怎么个平衡 那么以后的话 就是看 这个 这个香港的 这个司法的运作 就像说 黎智英的事件 我抓了 我说怎么审 对不对 怎么搞 那么这个东西 在香港 你要搞一个 审判的一个 一个舞台 大家审 这个事情 还是以后 以后再看 但是 这个西方能够搞得 很有限 回想看 最近搞了个 美国 英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纽西兰 这个五眼集团 这个五眼集团的一个特点 就是都是跟 在 英国 英国移民 所建立的国家 那么另外一个特点的话 这些国家之所以 像纽西兰的 这些五个 除了英国以外 其他四个国家 后来之所以发展 很大的原因 当时的比较进步的力量 不管各种力量 来到一个 相对落后的区域里头 讲白了 那个他的发展 他的这些人 移民的好的生活 都是很大程度是建筑在 他对于当地少数民族 当地的原土族啊 这个土地的掠夺 跟权力的迫害上 换句话说 你有了一个 突然间有一个很大的空间 无限的空间 给你来发展 那么你有些 有些好的技术 这个大家都容易发展 在美国 开发大西部的时候 那个土地原来是印第安人 对不对 后来变成联邦的 那联邦为鼓励 你们大家跑个马 跑你能跑多远 一天就你的 就是你的土地 所以这个 有土司有财 对不对 这是一切的根本 所以换句话说 我讲 五眼联盟的讲 这个来批评 他是第一点 没有什么道德的优越 虽然他想用道德的优越来讲 那么 英国的香港 第一点 香港怎么拿到英国手里头 就是用一个 现在人 不管什么时候的人 你卖鸦片 卖毒品 卖毒品 而且是无力卖毒品 所造成的结果 那么他在香港 搞了一百 那么九十几年 1840到一百多年 一百多年里头的话 很长的一段时间 香港没有任何的 任何的这种 所谓的这种 民主的代表权 是零的 对不对 所以呢 今天 他们用这种口号来讲的话 我想对世界绝大多数的 国家人民的话 他的 他的影响力 是很有限的 那么这其实在联合国里头的表决 人权 委员会的表决 就 就像 就很清楚 在 要 香港 国安法成立的后 在联合国的表决里头 赞成 美 美国自己不在那地方 赞成这种西方国家的 这个 这个提案的 就是二十几国家 大部分都是 这个 绝大都是欧美国家 而且 北大西洋国家里头 有好几个国家 这是没有表态 意大利 希腊 然后呢 土耳其 可能波兰好像也没有表态 换句话说 在其他国家里头 支持中国的立场 有七十几 那么 这就代表了 世界广大的民意 所以回答你的问题 他可以制造一些 一些麻烦 但是呢 很有限 还有一个英国的虚伪性 可以看得出来 英国 所谓的 拿着那个 英国的海外的那种 这个护照的人 现在拿着 香港的人 已经拿着护照 有三十一万多人 可以有资格 拿着三百多万人 已经拿了三十一万多人 可是这些 这些护照 现在到英国 并不能给你 永久居留 也不能够给你 变成公民 也没有任何的 公民的权利 我说英国 真的是想的话 那么关心的话 那么你就好了 我给这些人 都变成公民好了 但英国人会不会干 肯定不干 因为他不愿意 不可能愿意 见到这么多的华人 突然间 你想想看 如果三百多万华人 到了英国去 开玩笑 那英国有选举 会选出多少 华人的议员 这是希望白人 这个不可能干的事情 就像台湾一样 台湾曾经有一个 五十一 要成为美国 五十一周的运动 那时候我在 九几年的时候 我没有主持电台 打电话来 我说我个人不反对 我说反对的是谁 反对的是第一点 第一个反对就是 共和党 美国共和党的人 OK 你看台湾一来 那么 如果搞个两千多万人的话 你可以按照人分的话 你可以分到好几十个议员 这是怎么干 不可能干的 所以我说 在这里头方面 回答你的问题 因为西方国家 在处理这个中国问题方面 它有它的这个 根本上的一个虚伪 的两面性 所以不能够得到大家的 就它的影响是很有限 那么今天他想说 在经济领域要影响的话 我觉得 这个也是 也 透过过去的两三年的 中美的 经贸战争 你可以知道 这玩意儿的话 它的影响力 在我看来是 没那么大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一会再回来 我先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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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休息一下